随手做好分类能够减少垃圾量 让居住环境更美好 新竹宝山乡从幼儿园 学校到社区甚至外籍劳工的宿舍 都落实塑胶带 宝特瓶 废纸等分类 让全乡资源回收率连续5年达到70% 蝉联全国第一 大垃圾带中塑胶 宝特瓶 废纸什么都有 没分类的废弃物会让垃圾量暴增 宝山乡公所落实宣导资收与垃圾分类 资源回收率连续5年达70%为全国之冠 新竹县资源回收率由103年42.81%提升到109年56.44% 连续8年获环保署考核资收绩效肯定 109年更获县市银纸奖 其中宝山乡资收率更是全国第一 除了乡内幼儿园 学校推动环保教育从小做起 野道社区 村林向民众宣导垃圾分类及资源回收再利用的重要性 此外因临近竹科园区外籍劳工多 近1800人 拉近国情文化差异 清洁队也到外劳宿舍 教导把垃圾滋收除余分成三大类 避免随意打包就丢弃 因而受罚 保险区的清洁水利用 生气感应的 利用下半个事件 在我们宿舍做相关 帆铺线托的工作 我们说做帆铺线托工作 每次保险区的做佛 我们希望所有保险区的原因 带到共通的恢复 好的环境 必须要带到共通的努力 天一亮 清洁队就上街整理街道 每位居民从幼儿到成年人都落实分类 让资源回收率交出好成绩 也让宝山乡居住环境更美好